專精慘貓死打野 慘死官恰恰 跟大家問好 今天呢 我們要玩的是 原本我要拍的是另一個主題 結果我遇到的另一個主題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以為只是處理那些小屁孩 或是嘴炮 或是一些中年老屁孩的影片嗎 沒有沒有 BBCC頻道沒有這麼簡單 我超級開心 我終於遇到了傳說中的開圖仔 我真的好興奮喔 我一直想說我玩傳說對決 玩了這麼多場 怎麼沒有一直遇到 對的人其實 這應該也是不對的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讓我慢慢說來 影片每個地方 我都有抓到一些可疑的點 好了 那一開始我們入侵野區之後 蘿兒非常漂亮的過來反我們紅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莉莉安跟蘿兒在對線 蘿兒明明就往下 然後我已經很正確的反野 結果蘿兒竟然瞬間到草叢被我們收掉 而且這時候兔子輔助 完全沒有給他視野 這究竟是什麼樣子的神預判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好了在影片的開始呢 我的老大鼠筆按讚點一下 鼠筆摸一下 不是那個一下啦 變態是摸一下 好了各位呢 靠你們的50萬訂閱 有你有我50萬訂閱 越來越近這個數字 只剩下15000人 只要你們可按下訂閱 BBCC就要在50萬的時候 去理髮廳剃光頭直播給大家看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魔龍日報說我們的莉莉安被 三個變態性騷擾 那BBCC就代理大家先跳了一個 凡恩再見了 凡恩你是第一個犧牲品 再來就是那個三層獅子頭 好了那這個時候呢 跟可德基也 我也我也為什麼是你撿到雙殺 不過沒關係 射手撿到總比輔助撿到好的兔子 開了一個大絕招 好了那這個時候 可德基也要開發新產品 想要去做一個三杯炸兔腿 兔子應該是不能吃吧 沒有看過有人吃兔子 不過我在想說 大陸連蝙蝠都能吃的 吃兔子好像應該也是不稀奇才對 兔子這麼可愛 怎麼會有人想吃三杯兔呢 對不對 好了那這時候 BBCC直接繼續使用 蠶屎關連連看喔 我們就把這個藍buff 輕鬆的濃掉之後 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葉娜入侵對方的紅buff 而對方沒有掌握任何葉娜的視野 呂布也沒看到 雖然對面消失 不過應該在魔龍附近 這個時候刺激的來了 我們的蘿兒又知道 我們在這邊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欸 各位 這個不是重播影片喔 這個是我們再度入侵野區 再把他打 不好意思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完全沒人掌控我們的視野喔 呂布也在推線喔 這個我覺得 我究竟該說什麼 可以請官方稍微的調查一下嗎 好吧 那這個時候 呂布擊殺了我們的長人像 神力女超人 Bububi恰恰來幫你報仇 他真的大頭貼長得很像 神力女超人 葉娜真的是 嗯 該不會跟 神力女超人是一個姐妹吧 好 那這個時候 下路要發生 幾年會在魔龍日報來信說 哇 二打二在魔龍裡面四批 哇 開Party竟然不找我們 不過沒有關係喔 我們這個時候輕輕鬆鬆的 把凱撒路的塔先推掉吧 其實我在前期的時候 如果有順利推完魔龍路的話 我非常喜歡去推凱撒路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Bubu恰恰身為一個專業的殘死官 不只要殘鼠柄的死 還要在凱撒開門之後 去幫他殘死 我超級喜歡偷凱撒了 其實最近玩了很多場傳說對決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有時候打野都非常不喜歡帶風向 就是你打出一個大順風之後 結果你都一直追著敵人殺 然後其實我覺得凱撒是一個遊戲的重點啊 這個遊戲是推塔而不是殺人 同意的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各位有沒有覺得非常刺激啊 即將開始了 結果在看留言的時候 看到非常多人還是沒有寫寒假注意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 這時候夸克好像要過來搶這一頭魔龍了 兔子往上移動 喔 他們是想要去殺上路的葉娜和莉莉安吧 那我們在這邊稍微的等一下 我沒有視野 不過沒有關係喔 這時候莉莉安直接跳上去 跟呂布來一個親密的動作 讓我有點激怒 沃瑪爾直接過去兔子把紅收掉之後 那個蘿兒 那個蘿兒真的是怪怪的 該說什麼才好呢 你要說他前期兩次利用他的神之觀念 在沒有任何視野兵線都在 在我們這邊 然後還不推薦的份上直接來看我們的視野 我真的覺得超級奇怪的 好啦 其實我也只是覺得他疑似開圖 那你覺得這個蘿兒究竟有沒有開圖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 你不要覺得開圖沒有什麼 其實掌握視野一直是這個遊戲的重點 這個遊戲不像是英雄聯盟 或是別的NNORPG 他可以去擦視野也就是眼睛 真的是只要能掌握視野就掌握全世界 而且就算你是怪怪的玩家 你知道對方打野在哪裡 打野來你就退 打野來你就退 你就是一個超強的玩家了好不好 雖然在揮在操作 你一樣是看被會被看破手腳 但是視野的掌握真的是 這個遊戲最無敵的點之一 雖然官方目前 還是有繼續在追殺那些全地圖的玩家 Y7的官方最近也在追殺一些 修改模組的玩家 你知道是什麼嗎 就是BBCC以前都會請人拆封包 去做一些新的造型的預覽 可是現在好像官方也名文禁止 因為很多人 是直接修改正式版的造型 也就是說你可能 現在用的是 瑟斐斯的原始造型 但是 你在遊戲裡面看起來 就是合金進化的造型 雖然別的隊友看起來 你還是原始的瑟斐斯造型 你懂我這個意思嗎 就是故意改造型的意思 官方現在非常積極在抓這些玩家 再請大家多多的留意一下喔 好吧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跟著 嗯 一個歡樂的機械竹 大小姐跟這個肯德基爺 看一下這一場 他究竟能不能開發兔肉漢堡 兔子給我過來 哇 夸克非常積極 煩 喔 好痛喔 我就已經在說什麼我也不知道 最近喔 一直有個困擾 那就是 嗯 不是買不到口罩 真的口罩還是買不到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最近都會一直做噩夢 像我今天也做了一個 我被追殺的夢 我回到了高中 然後被高中老師追殺美術的作業 啊 我也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有沒有什麼反做夢的小秘訣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輕輕鬆鬆的 把這一條魔龍給收掉 凱撒快要出了 我們先站視野吧 我們先把視野站下來 然後蘿蔔可以看到小地圖 凡恩羅 兔子 現在都在邊線繼續的推薦 好 凱撒已經出了 那身為專業的蠶食官喔 我一直都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 但是還是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像我每天在挖薯餅的大便啊 薯餅會不會覺得 他的大便是一個很珍貴的資源 難怪貓都有種高傲的態度喔 我用大便跟你交換食物 你們每天都在收集我大便 是不是我的大便 可以在你們地球賣非常多的價錢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是我自己幻想啦 不然為什麼貓咪都會這樣 為什麼狗狗你餵牠吃食物 牠就 哇 好高興喔 那貓咪就是 嗯 這個是我贏得的 因為我用了大便跟你交換 還有我珍貴的貓鳥 又不是童子鳥 欸 應該也算是童子鳥喔 酥品 酥品牠已經結紮了 好吧 繼續回到我們傳說對決 好 這時候感覺要開啟了一個接會戰 反而你走那麼前面一個 刺刺刺刺刺的沒有跳到你接的太慢了 大絕招跳上去之後 也沒有跳到任何人 和平啊 夸克你一個人在下面 這個夸克怎麼回事 一個人走在後面一個輔助 走這麼後面直接被我們輕輕鬆鬆的擊殺 希露卡直接交了一個香港角的大絕招之後呢 交了一個閃線來推塔 我的天啊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希露卡 沒有人來殺你 結果大絕招架的位置太差 直接交閃線 結果也沒有打中任何人 不過沒有關係喔 又是一個激烈的他前小灰戰 兔子丟中了莉莉安快逃喔 我這個兔子很難殺欸 其實我覺得現在一個射手要加強了 還有兔子啊 兔子前期真的是太弱了 作為一個打野角色來看 是一個不合格的打野 但作為一個射手來看前期 好像也只能用他的叉子來叉人而已 這時候我們要使用一個 相機乳之腿轉得起來 好油膩喔 我們一天他被轉到之後沒有關係 喔 爺爺 上校 我來囉 把兔子戳起來之後 對面兔子完全沒有攻擊 而且他的標 命中力 未免也 也太提了吧 各位 好啦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輕輕鬆鬆的 喔唷 跟葉娜應該可以聯合擊殺 阿夸克感覺 要開一個大叫不妙 不過我跳了起來 輕輕鬆鬆追殺這隻兔子 我們不要理下面的徽戰 我們就把這隻兔子 輕鬆的送回 溫泉塔免費招待見 有沒有非常開心啊 各位我想要送你們一個東西 是我內心 很久的就是撐 就是常在我心裡都很久的話 我想要送你們一張 開學的免費招待券 這絕對是一句幹話 以前呢 我都跟我弟說 欸 我可以送你禮物 就是在那種寒假的時候 那我弟都 因為那時候我們利用錢很少 就感覺送對方的東西 對方都會非常開心 然後我就會說 欸 我想送你一張免費開學的券 可以讓你在某某某日開學 大家說廢話 這根本就在折磨我吧 其實老實說我覺得上學 還是有他好玩的地方 雖然很多人好像非常討厭上學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呂布給擊殺掉了 喔 這可能爺爺也太會轉了吧 我覺得其實我可以跳上去打 不過凱撒又快要重生 我很怕 打輸這個會戰之後 凱撒就要不見了 你可以看到 我這場的血量非常厚 因為其實我是想拍一個 能不能衝到減傷999的瑟菲斯喔 結果遇到怪怪的玩家 我們最好先處理怪怪的玩家 再處理下我們的特殊打法 你知道我有個疑問嗎 瑟菲斯的被動技能是 你沒損失3%的生命值 你會獲得1%的減傷對不對 對 那你假如全部出物理裝備的話呢 你的物理減傷是可以到80%的 那也就是說你跟瑟菲斯的被動 瑟菲斯的被動你只要降到 可能你只有40%血的話 那是不是再加上這物理的80% 也就是說你會有100%的減傷 那如果輔助又出潮汐之裝的話 哇 各位 那你這個防禦器不是突破天際 我好想測試這究竟你有沒有辦法 如果突破100%的物理減傷的話 那不就等於是一個 無敵的存在了嗎 各位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想法 其實 我玩傳說對決會玩一些特殊打法 我都覺得 欸 傳說對決會不會這樣玩會更好玩 結果我想出了這個瑟菲斯 你覺得如果 100%防禦的瑟菲斯 究竟能不能夠物理無敵滅疫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好了 那這時候跟一個呂布糾纏喔 呂布沒有發現他的隊友全部都被擊殺了 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最近 好像有一點點過敏的感覺 就是我一直流鼻涕 欸 我不是感冒 我不要舉報說什麼有個知名YouTuber 喔 一個不知名YouTuber 在家裡一次感冒 這樣我就要被隔離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讓我知道 或是在下方留言 你有什麼寒假的煩惱 我可以替你解決的 記得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按下喜歡及訂閱支持一下 50萬訂閱 有你有我 掰掰囉 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